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以下春节当无名中的四大亮点 值得看完再评 无名公开后 网友纷纷表示 结果非常好 值得一看 更值得一看 剧情简洁 转折精彩 关后敢用一个词来概括 爽 影片导演黄建新表示 观众的注意力从影片一开始就被抓住了 诚二牢牢地抓住了观众 结果观众们有一种压倒性的冲动 想跟着他的节奏一起看 当我们真正停下来想一想的时候 无名一直对我们拥有绝对的权威 只看眼神戏和无声预告 内容不够 观众不断倒带 对所见所闻做出自己独特的解读 只为离真相更近一点 此外 他还为观众提供了一种缓解等待带来的无聊的方法 用放大镜检查预告片以发现更多信息 并推迟解谜 直到您有更多时间 影片于上映前一天发布了最新海报和预告片 标语为 用心聆听 似乎所有主角目前都位于门的另一侧 在同一区域 然而 他们的目光却注视着不同的地方 他们的心似乎在想着不同的事情 这是每个人都在想的 但没人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所以真的是 无名 这对注重细节而成功的诚二来说是意料之中的 说到细节 这部电影要考察的东西还挺多的 归纳起来可以归纳为四大类之一 首先 这是一部面向大众消费的影片 也是一部既能娱乐观众 又能尊重观众的电影 很多人的印象中 成二认为 慢工出戏活 没有新电影 他的工作就白做了 当他最终上市时 人们会为之疯狂 距离上一期 风云失踪时 已经过去了六七年 在大众心目中 提到成二 精品片和文艺片 是可以互换的 这部电影这次被称为商业片 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对于这件事 成二一个人的头脑 还是比较清醒的 他认为 一般的电影只能分为好坏之分 判断它属于哪一类的标准 是观众喜不喜欢 他从不假装相信观众无法理解 但他一直养成尊重观众的习惯 他从不认为公众不如他聪明 除此之外 他接着说 作者和观众的审美 更相得一章 不要陷入假设观众无法理解的陷阱 不要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 比其他人优越 因为在个人生活的宏伟计划中 其他人不过是一闪而过的想法 不要以为自己比观众更懂人性 也不要低估观众 观众对审美有了更好的理解 其次 IMAX的荧幕和成尔镜所使用的语言都能够相互兼容 无名 看起来棒极了 据成二自己说 他在画面上力求精一求精 最终呈现在IMAX荧幕上的宽高笔符合拍摄初中 还原度很高 很符合他使用广角的习惯 角度镜头 换句话说 他渴望实现卓越 事实上 观众们看完后的感想都比较含蓄 一致认为 成二一贯的视觉 审美风格既高美又极具冲击力 从地平线和云彩到近距离细节 每一个镜头都是华丽的 此外 在镜头转动时讲述的故事 没有一个是完全毫无意义的 王一博饰演的叶蜜这个角色 不断变换着领带 而梁朝伟饰演的何老爷子 在等待中的情绪变化 也有一些暗示 除了叶蜜和何先生之外 这些人之间 显然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 您应该观看完整的电影 因为时间线和日本胸口上显示的勋章等附加功能 各有其含义 第三 演员的选择 他们中没有一个对损害流量感兴趣 自然 演员在这一努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此之前 外界对王一博与多个知名派系的关系存有质疑 尽管如此 导演成二还是出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解释角色的选择 是他有机会与有关演员交谈后做出的 他并没有在一开始就预定谁来扮演这个角色 可见导演对王一博的认可是相当了不起的 他是可见的事实表明了这一点 此外 成二还称赞了王一博的语言能力 并称赞他能够在多种不同语言之间流畅的切换 观众认为 王一博在片中的打斗场面精彩分成 令人赏心悦目 在拍摄的过程中 黄磊意识到了这个角色的重要性 于是他加了更多的戏份 完成了很多关键的转折点 至于周迅 他能不能驾驭这个角色是毋庸置疑的 虽然戏份不多 但开播第一天 评论区就已经对他的演技和声音大家赞赏 尽管戏份不多 所谓无名 其实很了不起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四点 最后 这个标题将重点放在动作的位置上 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叙事策略 结束了精神上改变 无名者 的过程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 我们看到许多像他们一样的无名人士 曾经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 然而 他们选择隐姓埋名直至生命的尽头 因此被视为无名英雄 他们的实际生活充满了 比电影所描绘的更多样的高潮和低谷 当一个人的动机是调查过去时 让观众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并从中获得高度满足 是很自然的 因此 选择无名是一种贡品 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 类似于隧道尽头有光的说法 这场 无名 春节演出同样值得您的支持 如果你不想被冷落 那就一起去电影院看无名吧 一起重温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 感受他们是如何搅动我们的灵魂 梁朝伟发言时没有评价王一博的演技 但他确实做到了字字珠迹 看完和周迅 梁朝伟一起去影院看的无名后 我从那次经历中走出来 感到很不满足 请允许我从这部电影的导演开始 陈二毕业于北电导演系 职业履历卓著 原来他是名副其实的宝藏总监 翻阅他的履历才发现 陈二在1999年大学毕业时 就已经制作了自己的短片 并在三个不同的行业工作 他独自负责该项目的编剧 导演和剪辑 多个被认为是重量级的国际电影节的短片竞赛 包括国际电影节 早先的短片大获成功后 陈二又接连指导了第三个人 编境风云 并因此获得了当地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和最佳新导演等殊荣 陈二的最高成就是在2014年 指导了罗曼蒂克肖王史 并由葛优和张子怡主演 想必大家也知道 当年这两个人在影坛的地位 是今天的精英无法企及的 2016年首映后 这部电影获得了影评人的一致好评 并在多个主要电影节上获奖 专业影评人对陈二的评价都是正面的 从表演技巧到镜头语言再到说服力都赞不绝口 获得学位并全职工作20多年后 他只创作了4部作品 而且都是非常高质量的作品 在当今的电影业中 就审美而言 偏爱任何类型的短缺都很少见 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电影的美学 时隔6年 陈二终于推出了专辑《无名》 陈二没有变另一个人 无论是拍戏还是拍人物 他都有自己鲜明的腔调 整部电影的许多不同场景 都展示了电影的美学 比如王一博饰演的叶书记 就斜着眼睛看着镜头 当他此时凝视镜中的自己时 整张脸都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 这说明他离光明和希望越来越近了 还有一幕 由梁朝伟饰演的何导 透过门缝观察过程 此时 他手持枪支 极其谨慎的态度 让人无法推断出他脑子里 在想什么 之后 他消失在阴影中 一直笼罩在神秘之中 上海是无名中大部分场景的取景地 虽然故事的背景是30 40年代的上海 但从陈二的角度来看 却给人一种几十年的时间间隔 并不存在的感觉 向观众展示的是 那个历史时期的上海 这里呈现的质感水平 是大多数电影无法比拟的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 关于演员的几句话 片中饰演配角的周迅 黄磊 王传军等演员均表现强劲 演技一如既往 因此 尽管观众的参与度有限 但他们仍能享受愉快的观影时光 一流演员和知名演员梁朝伟的结合 使这部电影一跃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目前已经60多岁的梁朝伟再次公开露面 对于绝大多数电影爱好者来说 这可能是最令人高兴的消息 他的演技不用担心 因为他出演的电影还不到一部电影 他在其中的表演极大的帮助了这部电影 世纪之交后 出类拔萃的学霸王一博 独立扶持一家娱乐企业 他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观众非常多 此外 王一博首次出演电影男主角 这样一来 题材和热度都直接被填满了 还没看电影 单姐还在关心王一博的表现 这是因为他对他抱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 毕竟 他并非来自大城市 就算是陈情令 这部戏让他名声大噪 他依然要完全发挥自己的演技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此之外 他目前和梁朝伟 周迅 黄磊等老将并肩作战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看完吴明 很多人都震惊地发现 王一博的表演也很不错 与之前相比 单姐认为 哥哥的演技进步了很多 无论是文艺还是武侠 王一博都把叶书记的情绪把握得非常到位 让观众一眼就能入戏 最值得一提的是 王一博不仅英姿飒爽 还在于他的眼里有光 是那种洋溢着正能量 对未来充满乐观的光 无论从形象还是气质上 王一博都非常适合扮演叶书记 这一点可以从他身上得到证明 梁朝伟这样评价王一博在电影中的表现 王一博很用心 即使没有他的戏 他也会在监视器前观察 会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翻译 王一博很用心 王一博能听到合作过的前辈们这样评价 说明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梁朝伟在评价王一博时 并没有评价王一博的演技 但是他确实承认每个音节都被说了出来 吴明是由一位才华横溢的电影制作人创作的 并且拥有才华横溢的表演者 我非常希望能有更多 与这部电影相同水准的电影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